当我们享受科技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诈骗分子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杀猪盘这类的感情骗局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即便我们身为局外人的 也很可能已经坠入了诈骗分子的骗局当中 去年六周选举被称为最美候选人 来自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的林慧贤 疑似个人信息被盗用进行诈骗 而林慧贤过去两三年 更经常莫名其妙地收到陌生男子的大量骚扰和威胁短信 不是要他以身相许 就是要他立即还钱 最近林慧贤发现这一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变本加厉的是 他每天都会收到10到20条威胁短信 有些人甚至还说要飞来马来西亚找他和家人算账 为了自证清白 他1月31号向警方报案 在社交媒体公开报案信也试过好几次发文澄清 但这种情况没有改善 林慧贤向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透露 他的个人资料已被不法分子严重盗用 受害者来自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土耳其以及哈萨克等国家 后来他们根据林慧贤提供的短信截图 联系上几名受害男子 根据这些男子的说法 这些以林慧贤照片为头像的女子 一开始是假装误传短信和他们建立联系 随后诈骗分子便对他们展开甜蜜攻势 眼看时机成熟便准备杀猪 游说他们进行加密货币交易 然而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他们分别和这些叫做 李出血、苏娜、罗拉以及Olivia Wong的女子 多次视讯通话 而且画面高清声音清楚 对方样子的确和林慧贤很相似 原来不法分子利用了身为Deep Fake技术 换脸效果进行爱情诈骗 甚至还可以看得出对方脸上的痘痘 几名土耳其的男子都不相信 人工智慧的身为技术 能制作出如此高清的影片 另外一名加拿大男子 则发现影片与照片存有差异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无论如何经专家分析 由于对方很少出现肢体动作 因此不排除是使用了最初级的换脸技术 专家也建议在视讯通话时 可以要求对方做一些转身 遮挡脸部 挤捏鼻子等动作 来辨别影片人物的真伪 只能说AI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除了被人用语诈骗 有很多人也试着用AI 让亲人复活 无论是样貌与声音都相当逼真 针对这样的做法引来外界批评 侵犯个人肖像权 甚至以假乱真 早前我国已故歌手庄群师的经纪公司 也曾经利用AI技术 还原庄群师的歌声和影像 录制其生前未完成的歌曲 为有关公司事前已获得家属的同意 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从出不成 科技带来升华的同时 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然而本应该与生成技术 一同迭代的鉴别技术 如今却面临发展瓶颈 因此只能靠大众加强警惕 对此您认为人工智能 对人类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多于利呢 A 人工智能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当然利大于弊啊 B 人工智能是很好 但是如果监管与鉴定无法超越 将带来很大的祸害 您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